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叫马蹄竹或者叫垂竹或者叫尖竹都是一类的 那么它抬不了长期就是垂竹状态就形成了那个走路的时候就会处地容易摔跤 那么像这样的病人我们就称为叫马蹄竹 那么马蹄竹是可以治疗的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基建悬吊的方式 比如说肥骨长肌从这个足底把它抬起来 把脚拉平固定在90度位 这时候马蹄竹它就不出脚了 还可以采取一些节骨的方式 或者三关节固定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